你走到 看房子的時候 先走到廁所 沒開窗的 然後手伸進去 噴幾下 然後手離開 要幹嘛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廁所 有人在裡面大便 出來之後 你坐在床上 你是不是可以聞到那個香水味 如果你聞得到 代表那個房子以後會很衝 歡迎來到Sway說 又過了一天 不是過了一天 過了一個驚濤駭浪的日子 最近的疫情真的就越來越平復了 可是錄影的當天 今天就是播出的今天 可能我們已經拿到一些奧運的冠軍也不一定了 希望有很多奧運冠軍出現 當然因為錄影的今天正在罵奧運這些 混帳的理事長 會長 什麼協會等等 就是那個嘛 可是我們這樣講 有點玩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讓選手住 坐經濟艙呢 這件事情 被大家笑到 可能我們播出的時候 還在檢討這件事情 不過呢 我們回到講房地產 其實大家看房子都有一些各自的招數 那我呢 我也有一些招數 而且我覺得這些招數呢 很實用 如果你用了這些一些招數 你一定會被人家刮目相看 就是誰刮什麼相看 沒有就是仲介業務或代銷業務 只要說你使了這十招呢 他們就覺得 哇靠你是不是投資客來的 你怎麼知道這些神奇的東西 這是我看房子的秘密 好 好現在是QA 首先 當你如果發現了 一群人一起看房子 一群人 你現在想到什麼 可能你會覺得說 你的仲介 或是你的業務 跟你耳語說 前面好多人在買房子 你要小心喔 這個什麼 那個什麼 可能很多人要什麼 第一順位第二順位什麼的 然後每個人手上 曬有騎士 好像都有資料 好像都有資料 對不對 好像就是這個房子真的是很熱門 第一件事 你會想到什麼 我會想到什麼 群聚 當你一起來沒結束之前 怎麼可以群聚呢 那這些房仲 又在經營什麼邪惡的招式 又在騙人了嗎 懂不懂 所以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做這種群聚的事情 為什麼講這件事情呢 前幾天 我們錄影了前幾天 剛好在我家對面的社區 哎呀這樣子大家都知道 好 我就發現 社區大門外附近 站了大概有五個房仲 然後那五個房仲 有些打領帶 有些沒打領帶 穿著白襯衫 一看你就知道 是哪一間仲介人 好 門口站著五個人 然後我心想說 哎呀 有客人上門了 可是現在疫情不是很嚴重嗎 那五個仲介在幹嘛呢 就等客人嘛 好不打緊 然後呢我就去買個早餐回來之後 仲介不見了 然後呢五個都不見了 然後記得呢有一個小姐經過我旁邊 手上拿一疊資料 那我應該知道 這個小姐應該是剛看我的房子走掉嘛 對不對 結果呢那小姐手上戴的那個信封袋 不是那一家房仲的 你有沒有覺得事情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 我就想說 怎麼那麼快就結束了 然後門口呢 我就在門口等了一下 仲介也沒出現 聽 講到這裡你知道在講什麼了嗎 就是 劇情大概一定就是這樣 就是 有真的人想要去買房子 於是他上門去看屋 這個時候他的其他同事 突然間發動起集體看屋的遊戲 也就是有五個仲介 其中有四個是來協助的 正在門口 假裝說 我們等一下有客戶來看房子 非常的熱絡 你如果說真正的客戶 你趕快決定喔 你不決定的話 就被其他四組買掉囉 你懂我是什麼 然後呢 好啦 那真正的客戶去看房子 看了一圈 出來之後發現 真的 業務在後面等 我們的客戶即將到了 我們的客戶在上面了 我們的客戶已經在坐電梯了 什麼等等 好啦 那真正的客戶走掉之後呢 不用演戲了嘛 就散會了 所以 那個 房仲業務突然間就不見了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我在那個 那個 旁邊觀察很久 早知道我就拿錄影機錄起來 就 佈陣 看房子 然後呢 客戶走了 然後散會 懂齁 所以像這種集體看屋的東西 其實有 常常 我們以前在做房仲的時候 一些被教會這樣的一個技巧 就是裡面混了很多職業的演員 職業演員 然後我自己也當過職業演員 就是我要穿便服 然後混在裡面說 我想看這個房子 好漂亮喔 這個今天可以給我兒子睡 那今天可以 就是自己在幻想 自己要買這個房子意思就對了 會挑問題說 這個玻璃 怎麼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挑一些無關緊要的一些小瑕疵 那旁邊好像油漆裂掉 怎麼那麼髒之類的 還故意讓真實的客人 聽到說 這個客人正在抱怨 其實 就是演員啦 有沒有 演員很多 假裝很厲害 所以你要想的就是群聚 不可以群聚 群聚很危險 群聚就有演員在裡面 有演員在裡面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房子 你一聽到這些演員就巴拉巴拉 你內心就會奔放 就馬上下去買 你會想說 疫情這麼嚴重 然後呢 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來買房子 這個房子一定是期貨可居 馬上賣光光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被騙 不管你是在房仲 還是在 預售屋的那個代銷端 你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進去 預售屋的接待中心 如果你進去發現 疫情的時刻 人還是非常的多 你該怎麼做 馬上離開 因為這叫群聚 群聚就是生病 你看個房子就生病 你不是完蛋了嗎 這樣子就破解了這些假動作 跟一些演員的問題了 然後 全台灣都一樣喔 你不要以為說那是真實來買房子的喔 那個是假的 好再來 新成功看起來沒有漏水 對我們去看房子的時候 你們都喜歡買新的嘛 因為中古屋 大家覺得古秀喜歡的不好看 然後結果呢 業務跟你講說這是全新的 或者說你真的去買一件新成物 你進去看一個 新成物的工地的一個建案 然後跟你講看起來很漂亮啊 全新啊 這個沒人住過耶 你看這兩個都是人氣孔 感覺是新興的啊沒有問題啊 那你該怎麼去破解這個 沒漏水的問題呢 因為新房子 其實現在 宗使史惠哥說我那個八不推 那八間不推建的建商 你去看他的新成物 乍看之下也是這個德性 陽光普照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房子非常的好 那你該怎麼去破解這個是好 還是壞 或者是說為自己多看一下這個房子 哪裡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時候你要看的是 屋頂跟地下室的樓梯間 我會建議你喔 就是比如說你看五樓 那這個房子如果是十二層樓的話 你直接上頂樓走樓梯走下去 有點辛苦 這是我幹過 那如果你想要簡單版 你就是到頂樓走下來 然後再從一樓走到地下室 然後可以的話 比如說你看這五樓對不對 那五樓走樓梯走到地下室 應該不會太累吧 那如果你覺得你中間是十一二樓那種太累的話 你就是做簡單的事情 從一樓走樓梯到地下室 然後呢 從坐電梯到最上面 走樓梯到頂樓 看什麼 看有沒有漏水 這個照片是這個房子 大概一年多的時候 一年多的時候喔 交屋一兩年了 然後就有這樣的 看起來像褐色對不對 眼淚 這個眼淚呢 就是漏水 而且 漏出顏色就代表 可能裡面已經滲出一些 鋼筋的一些秀的水 那這些牆 這邊旁邊就是斑駁什麼 你就知道 啊這邊已經丟起來了 這邊就是碧牙的問題 那新房子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家啊 在室內你看 在看室內的時候 屋主房仲或者是說 建設公司的營建部門 公務部門 他都會去檢查好 說這個房子 屋況是沒有問題 才交給你看 一般都是這樣嘛 可是呢 公共地區 你看樓梯 誰會去樓梯 大家有電梯座 誰會去看樓梯 沒有人看樓梯 所以從樓梯 就可以看得出 它的品質是如何 所以你今天是去 仲介市場 挑一間新古屋來看的時候呢 如果說你的樓上 正樓上 沒有人住 那你完全不會知道說 這個房子有沒有漏水 那這個時候 你去這裡面看嘛 因為至少有颱風 有下雨 這個地方是沒有經過維修 或是大家會忽略的地方 也就是 這個叫做房子的素顏 然後 去樓梯天走一走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蛤 這房子很爛 的一些東西 因為多數啊 就是 蓋好之後 建設公司在巡邏 或者是說 屋主說有問題 那你通常是房子內的問題 然後你補一補 你也看不出來 因為油氣一噴 你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這 施工品質 完全查不出來 然後有時候 那個事業線 那個銷售水一拖 你就不知道看什麼東西了 然後 從 往屋頂級地教室的樓梯間走走 那 有時候你會發現 往屋頂的樓梯漏水 那你家 就可能會漏水喔 然後往地下室的樓梯間走走 如果是那種又濕又悶 那一樣也是漏水問題 或是避癌 什麼樓梯間那個牆壁一摸 整個下雪了 就是它已經避癌了 這個時候樓梯間就會看得出端 可是 你在房子內部 其實看不太出來 所以 我 我會這樣做啦 我不管是買 看任何屋領的房子 我都會去樓梯間走一走 任何屋領都應該去樓梯間走一走 如果這房子二十年了 樓梯間照理說 蓋肉也要漏一些 漏水是正常 必然是正常 你要這樣子想 所以樓梯間應該是漏水必然會有這樣發生的情況 那你這時候當然不用心慌 因為通報主 通過管理會就好了 漏水修啊 二十年的房子怎麼不漏水呢 但是如果你進去發現乾淨 髒髒的而已 沒有漏水痕跡 沒有樓梯 沒有樓梯 沒有什麼 臂癌的顏色 什麼 留下淚溝的顏色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就表示 這房子蓋得還不錯 有些房子真的會這樣 有些房子不會這樣 再來 第三個 衣櫃一整排看起來 對啊 沒什麼問題 如果你看一個房子 不管是御壽 新陳屋 裝古屋 經由室內設計師的橋手裝潢 有時候你看起來就真的很漂亮 這房子看起來是真的很漂亮的 一般的人看不出什麼端倫 一般素人 因為這個是賣給素人的 不是賣給投資客 不是賣給我們這種人 甚至可能也不是賣給你 因為你可能看我的節目看很多了 所以你開始學到一些 比較高級的抗屋技巧 那你看這個照片 其實你完全看不出什麼問題 就衣櫃啊 床啊 雙人床 這感覺這個雙人床 白色的床單 感覺就不錯 對不對 到底問題在哪 史惠哥 強能所難 是深度問題嗎 衣櫃的深度嗎 欸 你答對一半喔 因為你看到了衣櫃 就應該去量深度 那深度至少是60公分以上 60公分多深 代表就是你的肩膀的寬度 再多一點點 所以這時候你手伸進去看 當然你用我的手臂啊 這樣子 這兩個寬大概是25公分左右 這邊大概是25公分 我的手寬 不是很大 然後我的多一步的距離大概是60公分左右 我會用這些東西來量尺寸 我的手臂大概是1公尺左右 長度啦 知道嗎 然後我手拉開這樣 可以摸到大概2公尺左右 所以 每個人的尺寸是不太一樣的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手臂 那個 手指 大拇指跟小指的長度 你可以平常量一下 放鬆的時刻量起來是大概是幾公分 來當作你平常看房子的2尺 很好用我覺得蠻重要的 那 你看衣櫃的深度 那你手兩一下就知道 有沒有 60公分是基本的深度 因為低於60公分 你衣服就放不進去 這個衣櫃就是假的 然後到時候房子蓋好之後 衣櫃要痛出來 你的腳就沒地方走 那當然很多 不是說他 我說很多代銷公司 也會行使詐數 就是把這個房子變大 變高 尺寸造假 那你怎麼量都是漂亮的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沒辦法你只能看圖啊 圖畫得很清楚 那至少你買房子的時候 圖縮很重要 預售屋的圖縮 就至少要到那個有尺寸的那個圖 不然你真的是會被騙到死 好這個房子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看起來沒有問題啊 結果是什麼 就是這個隔間 這個房子 剛剛我們看的是這間房子 它的隔間是這邊嘛 然後這裡嘛 所以這一塊 就是兩個房子的隔間就是衣櫃啦 我在講什麼 這個兩個房子的中間是靠衣櫃當隔間 衣櫃當隔間 感覺好像很省空間對不對 你看衣櫃當隔間 那實際上呢 這個房子呢 你只要在這邊講話 這邊就聽得到 所以爸爸媽媽在房間裡 嗯哼嗯哼的時候 小孩子就聽得很清楚 前幾天我看了一個影片 蠻好笑的 就是有一個黑人的小孩 還故意學媽媽聲音的聲音 然後他在餐桌上 這邊嗯哼嗯哼 然後媽媽說你幹什麼 小孩子說 我就學你跟爸爸的聲音啊 然後他就學媽媽的聲音 然後媽媽就說 很害羞的說 你胡說我哪有這樣叫 然後小孩子說 那我叫爸爸的給你聽 於是他就叫了一個 很誇張的聲音 是爸爸的叫聲 然後爸爸聽了也是覺得 小孩子在幹什麼 在學我 然後小孩子就說 你們就是很大聲很吵 沒有辦法睡覺啊 在那邊嗯哼嗯哼 懂我意思嗎 嗯哼多兒有個妹妹弟弟也是不錯 可是就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在裡面 開心的時候呢 彼此無相干擾 怎麼過日子啊 你小孩子怎麼睡啊 所以 我覺得 現在那些兩房 小二房 小三房 蓋好之後 一定會有人住嘛 一定是製住客住嘛 因為 投資客不住嘛 那製住客住了之後呢 哪來的生活品質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下一代 真的是蠻堪語的 因為 你明知道隔間隔音很不好 你就不會在房間做什麼事情 你不會在做房間什麼事情 你夫妻很容易就吵架 你也知道 男人是需求的東西 你沒有給他 他餵飽他就會跑透外面去跟人家連結 所以 隔音 成為家庭和樂最重要的地方 會不會看房子啊 看隔間 當然因為 你看 這是預售屋嘛 樣品屋看起來很漂亮 真的是超級美 那你也完全不 你看沒有門 你只能想像 牆壁有後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門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對 懂嗎 所以你看 很漂亮 然後就隔間 當然這件照片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個 這什麼 LV對不對 LV有問題嗎 做裝飾牆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這看起來就像一個披肩 那我個人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 這應該是防茂品 就 LV怎麼會倒著放呢 應該是正的放財 而且還有 LV什麼時候出過 這麼大印刷的東西啊 披肩有 LV有出披肩 也不太貴 我想每個人都買得起 小碎花 然後整片都是LV LV 還滿好看的 折起來也是很好看 可是LV好像沒有出這麼大的 怕死人的東西 這就有點慫啊 有點慫啊 所以 代表公司有一點用心 但是用的心又不太夠 如果你是一個真實的 LV的愛好者 你到了現場 你看到LV 記得摸一下 如果是假的 順便可以摻他一句說 你用假的 房子也是假的 什麼是假的 那既然他如果用假的 表示這個房子 有很多問題可以來深究 懂嗎 那可是真的樣品 不可能放真的LV啊 被人家客戶隨手 一摸一條幾萬塊 一兩萬塊 一萬塊就沒了耶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以前在賣房子的時候 什麼假貨都有收藏 收藏喔 比如說 可是我用的是真盒子啊 什麼John Marlon的真盒子 LV的盒子 LV的盒子 假的買得到 Gucci的盒子也買得到 Gucci的抱枕 假的也都買得到 淘寶貨一大堆 然後全部買過來 在樣品物裡面 全部擺滿 聳的鑰匙對不對 可是就很多人上當 因為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他主要幻想說 這個房子有John Marlon 這個房子有LV 加分 殊不知 這都是沒有用的東西 好 再來 當你看到 電梯跑到那一戶 你會不會買 所以有些 尤其是那種40歲以上 不要講40歲 50歲以上的 就是已經打疫苗的這一群人 我還沒打 錄影到今天 我還沒打 我是按照 Square排下去 我們沒有權貴 其實要權貴也不難 可是我們不要用權貴 我們還是乖乖的排隊 50歲以上的人 看到這個電梯 就覺得 啊 那我買電梯旁邊這一戶就好了 電梯出來 就是你家 不用走囉 不是很棒嗎 我爸就這樣想 他覺得 哎呀你為什麼買個房子 要到那個彎彎腳腳 最後面一戶呢 去去去去去 買個東西 萬一你雙手拿著那個 加勒服的袋子 然後這樣還要走回去 走到家裡 不是很累嗎 你怎麼不買電梯旁邊那一戶就好咧 這麼近 採光這麼好 為什麼不是 這個亮亮的 不是很棒嗎 老人家 喜歡買這種電梯旁邊那一戶 好 你如果買沒關係 不打緊 那啊 可是你要做什麼事 除了很靠近之外 我會建議你要 貼牆聽一下 貼什麼牆壁啊 這是你的門 不管 假設 這是你的門 你就聽 電梯的聲音 你只要聽 貼著電梯那道牆壁 白天也好 只要有人動電梯 他就會 咔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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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嚕咔嚕咔嚕 沒那麼大聲 咔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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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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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繩索 咦咦的聲音 什麼聲音都有 夜深圓靜的時候 他就會成為你家最大的聲音 咔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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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嚕咔嚕的聲音 不信邪你們可以聽聽看啊 貼牆聽一下 就像你現在只要貼著你的牆壁 你的牆壁旁邊是別人家的什麼 你知道嗎 你的床頭 隔壁是什麼 你聽得到嗎 不知道對不對 聽一下 像我的床頭是隔壁的客廳 因為它的規劃就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 可是因為我那個牆壁是RC牆 它不是那個鑽牆 是RC剛好是隔戶牆 所以隔戶牆做得比較厚一點 有鋼筋跟水泥 所以它在電視在看的時候 比較不至於吵到我 當然它如果開得很大聲 我難免還是會被影響到 是沒有錯 難免還是有 所以還好是我隔壁鄰居 都是一般的小家庭 它如果很愛看電視 我只好再做個隔音把它隔掉 但我一開始買房子就知道 我的主臥是後面是別人的電視 那我當初的設想是說 我在睡覺的時候隔壁應該在睡覺 所以它應該不會再看電視 沒有再看電視 我就應該不會吵到我 而且那個RC牆比較厚 隔音比較好一點 但是有些人就比較衰 我一個朋友 他買在捷運站的逛過我的房子 誰敢靠北 他說他聽得到隔壁在轉台的聲音 What 他在家裡聽得到隔壁轉台的聲音 那表示他在家裡看電視 隔壁很清楚 他在家裡講電話 隔壁聽得很清楚 他在他的房間裡 隔壁五分鐘隔壁聽得一清二楚 說你訓斃只有五分鐘 很尷尬 很害羞 對不對 所以貼牆聽一下 當然平面圖要研究一下 你的主臥室後面是什麼 你的次臥室後面是什麼 你客廳的後面是什麼 你自己要研究一下 這個我怎麼知道答案 你要研究一下 然後貼牆聽一下 隔壁有耳啊 不知道 不要亂講鄰居的壞話 人家一聽就知道 對不對 張先生在脫講我們的壞話 說什麼 什麼我們老王的內褲很髒 什麼 鄰居很厲害 好 再來 夏天看屋的時候 沒開冷氣 好熱喔 十位哥現在夏天 我真的有網友跟我抱怨說 他去看房子啊 房仲啊 沒有人幫他開冷氣 然後房仲怎麼說 房仲為了取訓於他 因為我們開冷氣 然後屋主就會耗電 然後我們要省屋主的耗電 我們不要讓屋主太花錢 然後而且今天風很大 這個房子這麼的涼快 你不覺得嗎 不會熱啊 對不對 是啦 是不會熱 可是他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夏天看房子還不開冷氣呢 有什麼陷阱嗎 這當然有陷阱啊 我們跟妳講過我賣西塞房 有妳講過嗎 有 我以前當房仲賣西塞房的時候 我們的學長 我對妳講學長 學長教我怎麼賣房 就是分客戶約下午三點看房子 我下午兩點的時候去開冷氣 把冷氣開到最強 全家都開 然後把廁所門全部打開 就是讓冷氣能夠流到廁所裡面 然後廚房很熱對不對 就客廳跟餐廳的那個冷氣開到最大 讓那個風可以流到廚房裡面 讓全家都很涼快 這個超耗電超浪費電的 好了兩點開到三點不是 開到兩點五十九分 我就把冷氣關掉了 然後三點的時候呢 客人出現了 然後我們就把客人帶到去看房子 說這個房子啊 縱南超北什麼 前面有什麼東西這樣 介紹完一遍 很涼快 根本就不需要開冷氣 那妳知道 台灣現在夏天這麼的熱 所以只有一分鐘 短短一分鐘 妳當然覺得 妳那個作弊的事情會被曝光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會 帶客人看房子 這個縱南超北 這個房子這麼的涼快 然後呢 這個社區的建商比較用心 我們牆壁做得比較厚 我們的玻璃做得比較厚 我們隔熱隔冷 所以這個房子 東乃夏涼 你看 湖南都不會遭天啊 都不會遭天淺 然後就拿起那個遙控器來 走到哪 冷氣開到哪裡 因為太熱了 所以妳說 怎麼可能不開冷氣 家裡會多涼快 配銷 那是我家 我家真的蠻涼快的 不需要開冷氣 我的夏天 白天很少開冷氣的 相不相信 座向很好的房子 是不需要開冷氣在夏天 真的是座向問題喔 好 那可是呢 多數座都沒有什麼好 所以什麼問題啊 夏天看房屋居然沒開冷氣 答案就是請你去找出壓縮機在哪裡 冷氣的壓縮的室外 冷氣的室外機啊 因為呢 你開冷氣的時候 你冷氣室外機對不對 一啟動 它是會有那個 KING的聲音 然後有些還有震動 那如果你壓縮 你冷氣是舊冷氣 就會比較吵 那你看像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那種比較舊式的公寓 那壓縮機沒得放 只能放這兒 你的view咧 你的採光 你的通風 你的舒適度呢 還有它會震動耶 除非你有很棒的那種高級的日本款 否則一般的台字款便宜貨 大概都會有那個壓縮機啟動 會KING一下 或者是說 它在啟動的時候 恩 就這樣一直持續到你睡覺為之 當然你可以說 斯維哥這叫白噪音 我聽了就覺得很好睡 被你笑 就是吵 所以 當夏天看房沒開冷氣的時候 你必須要留意喔 冷氣的室外機在哪裡 你要想好這件事情 有一次我去看一個房子 很離譜 那算是累豪宅吧 大坪數大概100坪 然後看完房子之後呢 我最後問一個房仲問你說 請問一下壓縮機在哪裡 我想檢查一下 然後呢我跟房仲兩個人 找了10分鐘 我們找不到壓縮機在哪裡 很誇張 因為那時候他沒有平面圖 所以沒有辦法看圖 可是呢 陽台也找過了 所有的陽台都翻過 就是找不到壓縮機在哪裡 太誇張了 但有可能他是藏在暗門裡面 或是他的那個格柵裡面 或是當初這個房子蓋好之後 有一個統一的 該戶的中央空調的主機位置 只是說我們那時候找了10分鐘都找不到 很誇張 我第一次受挫就是在那個房子 我居然找不到冷氣的主機 很荒謬 那當然後來那房仲 我就說你只要給我平面圖 我就知道在哪裡 因為只要看平面圖 通常就會存在於 比如說陽台後面有一個暗門打開 然後後面就是有一個壓縮機 只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去看陽台 它沒有暗門 所以我不確定它放哪裡 那還有一種是說擺在 就是說從梯廳 公共梯廳 然後走到第二支樓梯的位置 然後有些規劃是這樣 放在看起來像是戶外的地方 就是總之它有地方放 可是它從外面進去 而不是從你家進去 很妙吧 因為那個大型主機 它用的是那個大的電 所以它那個電源線走的方式 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可能不會進到家裡面 或是它有另外的規劃 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可是主機在哪裡 就影響到那個潮 所以通常三房兩廳 小二小三房 或是傳統的公寓 你都得知道說 到底它的冷氣室外機在哪裡 你說史外哥這小事吧 這不是小事 這個是大事 當這個房子的冷氣 沒地方放 或者是說冷氣在這裡 然後電源怎麼拉 或者是說它一直滴滴滴滴滴水 滴到樓下去 你要罰六千塊 你就透回 所以冷氣很重要 好 那既然講到戶外 我們就講到這個事情 無論新舊大樓四周看一下 看什麼 這個是最近啊 雙北市啊 因為都在做 尤其是新北市啊 在做衛生下水道 統一街下水道 所以很多 過去的後院的違建 通通都被打掉 然後包含一樓的那個防火像 都被打掉 都被打出來一條水溝 因為以前那它通通做違建 全部把它擋住 所以新北市的後巷很噁心 很恐怖 很垃圾 那打開之後就會發現 哇 原來世界出現了 可是你會覺得 原來以前這麼張的 角落變成這個樣子 當初誰在違建的啊 然後它打通之後呢 你看還可以幫忙腳踏車 感覺還可以逃生 感覺還不錯 所以你去看 不管是公寓啊 不管是新城屋 不管是中古屋大樓 你有沒有看過房子的四周 四周 像我家是新城屋 現在已經十一年了 所以不是新城屋 中古屋了 可是當初在看的時候 也是四周走過一遍啊 因為它是一塊基地嘛 所以四周可以走得過 那後面沒有違建啊 就是沒有什麼後巷 唯獨起來的那種問題啊 因為如果有的話 也要爬牆 你得爬過去 那如果假設你看房子 當然在後巷看一下 看什麼 有時候當然看說 有沒有小偷 逃生動線 小偷動線 蟑螂動線 老鼠動線 這些都得看 那你看這都還有後門可以進出 然後這什麼 瓦斯錶 熱水器 滅火器 很好 很妙齁 然後這個感覺像是那個抽耳煙機 什麼的 後巷很精彩 什麼東西都有 那可是我要你找出的是 這一個 藏在後面的 這是變電器啊 這張照片是我看到 是我以前在板橋的舊家 的附近不是我們家 是我去舊家閒晃 那些公寓群閒晃的時候 走到後面去看到妖許王 這個變電器 面對著這一戶 這一戶還把那個 你看本來是一樣的窗戶對不對 如果說這個窗戶是打開的話 這麼大跟它一樣的窗戶 面對的是這一個 變電器 你會覺得內心 就改憂了 然後覺得整天在那邊變電變電 爆炸火花或者是得癌症 感覺就很不舒服 所以這一戶的人家很聰明 就把這個窗戶填起來 就不要開這個窗戶 然後 當然有屏蔽效應 就是說你用鋼筋水 你用鉛片 鉛啊 或是那種 房電磁波的油漆啊 整片騎起來 至少它的電磁波 就不會影響到這一戶 至少view 就不會看到這個東西 但如果說這一戶是投資客的房子 投資客買了這個房子很便宜 就發現有這個東西 他把它塗起來 把它改變格局 你什麼都看不到 他如果沒有特別處理 你就是睡在一個變壓器的後面 得腦瘤以後就是你了 比較容易得腦瘤 比較容易得癌症 所以你這個居家的四周走一遍 後向的東西就很精彩 對我剛剛講老鼠動線 蟑螂動線 小偷動線 現在還多了一個變壓器動線 對不對 當然這就是吳宗憲的錯 吳宗憲在買房子 在買基隆物的房子 他並沒有走一圈 不然他可能會發現 他樓下那邊有一個很大的變電所 你知道好 我在頭頂然後腳下是變電所 好像有一點距離對不對 想也知道不太好 不OK啊 你為什麼買個險物設置旁邊呢 所以最近臉書上有個朋友說 哎呀 蹲南向有人要賣房子 我心裡想 柯柯是不是他發現了這個變電所 就在蹲南向旁邊 蹲南向聽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他這是變電所 好再來 停車位 車門打不開啊 最近一直有網友投訴說 他買了一個新城屋 一個房子 然後呢 他發現車子停了下去 車門打不開怎麼辦 他一直要我幫他投訴 我只好叫他去找媒體 然後媒體就幫他做了一載 真的 他的車開進去 車門是打不開的 我心裡想說 當初預售的時候 你沒有看圖嗎 有啊 兩邊住址啊 想說這一戶最剛好啊 旁邊沒有人擋住 沒有蠢蛋跟你爭啊 殊不知 車子稍微大了一點 就變這樣子 然後那個投訴人 他開Lessus Lessus也比較大一點 所以重點是什麼 看尺寸啊 你當初怎麼沒有看尺寸呢 就是建商的 預售屋的那個圖的尺寸 都會有寫你的車位的長寬高 依法本來就要寫長寬高 然後比如說你買一個250公分的寬的車位 建商就要給你寬250公分的車位 250公分你有概念嗎 沒有 一般人真的沒有概念 誰有概念啊 我的車寬 我有忘記我的車寬多少 我的車寬是180公分嗎 你看我也不記得 長大概4.5公尺 差不多4.5公尺左右 然後寬180公分 你好忘記了 高呢140幾公分 我記得高 因為那時候我想說 機械車位大概155公分高 所以我不能買超過155公分的 所以休旅車就不能夠停機械車位 或是有些機械車位就有限制 所以我買車的時候 就習慣說到處都可以停車 很方便 因為台北市太多機械車位 所以買一個低於155公分高的車位 所以你如果擔心停車的車門打不開 無論如何你都得要試開試停 那你說 所有給我們買的是預售屋 預售屋哪來的試開試停 那怎麼辦呢 找有幸運的建商嗎 對不起這年頭 建商都沒有幸運 出問題的都是 看起來大的大建設公司 我的巴不推每一間都是大建商 上市公司 有名公司 甚至得獎公司 然後居然是我不推薦的公司 爛貨一大堆 所以你一定得試開試停 就是如果說你這個車位 你覺得很有把握 你平常開什麼車 如果你是開賓士的 你絕對不會回去開Toyota 不會 你開賓士開習慣就是開賓士 所以你就要開著你常用的那台車 去試開這樣的車位 那你還在想 你有沒有可能換休旅車 很多人很多男人 後來一開始單身的時候 開小小的Toyota 然後後來有小孩了 就會想說買休旅車 因為進出方便 小孩子的那個娃娃車方便 或是說你要在三代同堂 在老媽媽 在小孩子出去玩 就要買休旅車 如果你會有這樣的需要的話 你就不能夠買這樣子的一個停車位 或是買太剛好的停車位 你就得遇了這個空間買大的 不然的話你買的車位就不能用 或是那個很難停那就沒辦法停 然後弄的撞的車子旁邊都是 你捨得嗎 所以買車位之前一定要試開試停 我的技術也算不錯的 但我還是得試開試停 因為有些車位多那個柱子 邊柱稍微前進一點點 你就出不去了 差一點點你就出不去了 對 我的車位是用租車位的時候練的 我以前在三重的時候租一個機械升降的機械停車位 而且那個車位呢 你必須要倒車入庫 倒車入機械停車的那個升降機 然後下到地下一樓之後 再倒車進到我的車位裡面 如果你是一般正正的進去 然後下去也可以 可是你必須要倒十次的車 十次的車 因為算是五二七八九十 找到我的車位然後馬虎進去 很麻煩 你以為停車位很好找嗎 對不對 所以我的車位 我的停車是這樣子練出來的 當然我那台車旁邊有一些 一樣是有一些痕跡 因為以前剛開始開車的時候不會開車 弄的到處都是 沒辦法 有時候精神不好開車也會撞到隔壁 對 所以買車位一定要試開試停 拜託 這會有一些糾紛的 再來 舊公寓中窗型冷氣還有一片草皮 很妙齁 草皮啊 就是舊公寓啊 如果你買舊公寓 如果你買中古屋也有這個問題 新城屋大概不太有 中古大樓那種冷氣是統一位置的也不太有 主要是舊公寓跟中古大概二三十年以上的 中古公寓 都會有那種 你看買個房子 然後它不是有雨遮嗎 雨遮嗎 對不對 然後就有一片草皮 是怎樣 看綠色眼睛比較舒服嗎 那也不是你看還是旁邊的人看 還是風水嗎 為什麼要放一片綠色草皮 假裝自己是山林 那個是哈比人嗎 住在那個山洞裡面嗎 你們遇過這樣的情況 我想一定有 看個房子 我覺得為什麼它的雨遮 有這種人工草皮呢 你看像這個照片 這一塊的人工草皮 然後這一戶居然沒有 這裡有這裡沒有 這樣 風水嗎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 你們家搞不好也有裝 只是你不知道 比如說你爸爸幫你裝 你媽幫你裝 前人幫你裝的 然後你覺得沿用 可能綠綠看起來很漂亮 人工草皮不用澆水 很噁心耶 人工草皮久了 也剩下很多鴿子大便 或是藏屋納告 你那個水一清啊 黑色的 或是有時候那個風力 大概吹走這樣 答案就是呢 可能樓上冷氣水 第一個不停 吵死了 冷氣水啊 舊公寓門你想一想 你的冷氣裝 你以為放到牆壁 水就自然不見了嗎 沒有喔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它就這樣一個水管 然後就隨便滴 滴在外牆 滴在樓下 滴到一樓去 這樣 舊公寓很多是這個樣子 我記得我們舊家的那個冷氣 那個水管是接在牆壁上 所以牆壁有一個水溝 然後呢水痕就到樓下去 所以 樓下的同樣的位置也是冷氣嘛 所以 以前六千會怎麼來的 就是會滴到樓下那樣 可是因為同樣的位置 都是客廳位置 所以大家在開冷氣的時候 衝突關起來 那個叭叭叭叭叭 就算了 因為聽不太到 客廳嘛 大家在客廳活動無所謂 那睡覺怎麼辦 所以全樓都是吵的 那你可以檢舉他六千啊 所以後來怎麼辦 大家就很聰明 你拿那個水管貼在牆壁上 就是讓那個水從牆壁找縫流下去 所以久而久之就會有棕辱石 就會有一條水痕 那通常大家學聰明 就是這個水啦 這個水管會接到一樓去 乖的是這樣 可是你看二樓可以接到一樓 三樓勉強可以接到一樓 那五樓怎麼接到一樓 它就接到中間去 就是那種 中間至少不是經過別人的窗戶 就不會有滴水的聲音 懂嗎 可是呢 你如果不注意的話就發現 像 為什麼買個房子有這個東西 那也要特別小心 樓上是不是冷氣會滴水 那你怎麼破解這個問題呢 那就是記得看房子的時候 窗戶打開一下 樓上如果在用冷氣的時候 窗戶打開一下 看看它冷氣怎麼滴的 如果你聽到樓上在滴水 你就知道樓上不是一個好相處的 因為滴水罰六千嘛 你就問他說 先生你有沒有罰六千塊 不然我就不要買這個房子了 你叫前屋主去先把它解決掉 你再買這個房子 不然很多樓上不負責 樓上不負責 你這一戶只好自己交裝人工草皮 很麻煩 好再來 顏色艷麗配廉價沙發 我在很多售屋網站 就看到說叫你的配置 這個不是美學問題 這個是有問題 就你說啊好啦 前屋主比較慫啦 大紅沙發配上藍色的床罩 然後你看還有紅色的窗框 OMG 然後開始什麼金色的框框 天啊 這是怎樣 金大班嗎 就很誇張啊 當然我就拿這個例子 這也是蘋果吉時 就是至少是一個投資客的房子 好我們可以確定是 這一間是投資客的房子 那你今天去看莊古屋的時候呢 如果你看到的是那種 顏色對比誇張的 然後你不是覺得是美學 因為碧卡索的美學 是可以稱之為美學嘛 因為有些人的確用碧卡索的顏色 碧卡索的顏色的那種來配置 沒錯 好看的 我有看過好看的色彩艷麗的配置 但是多半都很鬆 那尤其是那種大紅沙發 或者是塑膠的皮的那種很醜的皮沙發 投資客的房子嘛 你要留意什麼 要留意這個 投資客掩蓋樹 這一棟呢 當然是鼎鼎有名的景星大樓 我這個房子當然是從景星大樓撈出來了 也就是說 今天呢 投資客買一個很便宜的房子 不管他有沒有事故 他是不是之前燒炭過 自殺 割脖子 或甚至他什麼事都沒有 他如果用一個這樣子 感覺很廉價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你看到說 好漂亮喔 顏色很繽紛 讓你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租下去 殊不知 你就要去摸 材質是什麼 是真的紅色皮還是假皮 然後這個藍色是 是廉價還是貴的床單 什麼等等 然後這些金蔥框 這有點慫耶 我個人覺得 那為什麼要配這個紅色的呢 我實在不明白 窗聯合為什麼配紅色的 他是要招什麼 還是要擋什麼 我內心會覺得 馬上質疑喔 沒事放個紅色幹什麼 這我們可以理解嘛 因為他慫嘛 前屋主慫 有 慫沒關係 我們住的沒有問題 那萬一 這個房子 要擋什麼東西 就要特別小心 有一種房子 如果他房子是初見過事故的 他可能會在窗戶的外面 正上方 或是門櫚上面放八卦 或是那種奇怪的小幅 我有看過窗聯合裡面 貼符咒的 窗聯合喔 窗聯合就是這個 這是窗聯合嘛 的裡面 你有沒有看過窗聯合裡面 是長什麼樣子 我看過裡面貼符咒的 好 懂嗎 人家說我買這個房子 卡條重座 或者是我今天租房子 我管他房東弄什麼 就這樣就這樣就睡就好了啊 他貼符咒 晚上會飛起來 小心一點 好 小心一點 那盡可能不要買投資客的房子 因為投資客的房子都有一些麻煩 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種 隨便裝潢 而沒有解決問題的裝潢 比如說 他有阿飄卻不找老師 他房子漏水卻不法維修 好是簡單噴漆 用一些漂亮的家具把它阻擋 這個都有發生過 那你就要特別小心 那這種呢 窗框沾到白油漆 找房何不使勁看看 全新上線專人導覽 安心防疫賞屋零距離 立即下載勇慶快搜 窗戶框嘛 通常都是那個鋁脊型 就是鋁鋁米顏色 可能一些烤漆嘛 那當然這個照片沒有很好 就是窗框啊 這是窗框對不對 有些是整個白色油漆全部噴滿滿 有些是它故意貼起來 然後它有沾到一些白色的油漆 總之只要是窗框 像這個框 整個油漆噴起來 就代表是有問題 你說什麼一個白色油漆噴漆 有什麼問題呢 很漂亮啊 極簡風啊 那個什麼無印良品啊 北歐啊 嫌棄什麼 通常都是這個 漏水必然修不停 最廉價的維修方式就是 看到這個漏水直接噴一下 白色漆噴一噴你也看不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一定要摳 手劍一點有沒有 摳 刮一刮 摳一摳 我在擦這個擦螢幕耶 摳一摳 如果你能夠摳出一些疙瘩來 就代表這個是漏水的 壁癌污 它只是用白色油漆噴一下 因為正常的修法是它要把壁癌全部尻掉 尻掉甚至尻掉一層粉刷層 然後呢 補上那個防水漆 然後再上一些防水漆 然後防水漆完之後 再補上一層那個披土 磨平 然後才是油漆 有點麻煩 但是呢 如果說投資客 花十萬塊就要裝潢 然後租給你或賣給你的話 它只會用簡單的噴漆噴一噴 所以它噴一噴呢 不認真噴 就會噴到窗戶的那個鋁脊型部分 就是窗框的部分 然後更垃圾是萬一這個窗框實在太爛 它已經漏了 或是它已經壞掉了 為了讓它漂亮 它就整個噴起來 你也看不到 所以你注意小地方 你就會知道這個房子 過去發生什麼問題 好 接下來是我個人的看屋小招數 有幾個小招數一死 就很厲害了 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還是覺得這些招數還蠻棒的 其實這些招數都用了一、二十年了 我覺得還是很有提醒你的作用 比方說 每一開窗的浴室 香水噴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沒開窗嘛 香水 比如說我們代替香煙 假設樓上抽煙樓下抽煙 有問題 這個房子怎麼樣 你大便很臭 什麼的等等 你就拿一罐你知道的香水 連假也可以不要拿很貴的 因為很貴的捨不得 但你噴手 因為噴一下而已就好 你走到看房子的時候 先走到廁所 沒開窗的 然後手伸進去 噴幾下 然後手離開 要幹嘛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廁所 有人在裡面大便出來之後 你坐在床上 你是不是可以聞到那個香水味 如果你聞得到 代表那個房子 以後會很臭 有人大便會很臭 有人抽煙會很臭 懂我意思嗎 當然這個廁所的時候 記得通風要開 要模擬它平常正在運作的樣子 如果它有回風出來 就是有什麼樓上吹風出來 或是今天天氣特別 今天外面的風很大 把味道會從 管道從你的廁所裡噴出來的話 懂齁 所以拿個香水噴一下 然後離開 去看房子 然後先不要去看那個浴室 看你能聞到那個香水的味道 如果聞到 就代表這個廁所以後會很臭 真的 聞到就代表以後會很臭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家就是這種臭的 你的廁所就這麼臭 你怎麼辦 那就是你的廁所呢 你的那個 第一個 馬桶上面去養一盆 九重格 因為沒開窗嘛 所以九重格上面再點一載LED燈 因為LED燈很不太耗電 你24小時或是你12小時開關 給你的九重格照一下太陽 那目的是讓九重格經過光合作用 散發氧氣 九重格可以吸引你的大便的草味 這個很有效 這個我的 我的馬桶呢 上面也有一盆九重格 而且我那個九重格是三盆在輪斑的 平常兩盆在外面曬太陽 然後每個禮拜我一定會換盆子 給它在裡面工作一下 可是我的廁所是有採光的 有通風的 有自然採光的 我還是加了這道手續 就是我要讓它再清香一點 好 噴一下 看房子的時候噴一下 如果你家已經很臭 你就這樣子做 那當然啦 呃 再裝一個窗 門簾是到膝蓋長度 極膝的 超過膝蓋的門簾 讓你在裡面看不到馬桶 因為你看到馬桶等於髒 或者是說你至少用門簾呢 阻擋一下髒東西 跟外面的乾淨的世界 齁 第二招 衛生紙馬桶丟一下 看房子的時候 中古屋呢 我們不知道它衛浴的排泄的能力如何 如果裡面堵住你就麻煩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會抽個三五張衛生紙 揉一揉丟到馬桶給它沖一下 那不然這個馬桶是卡住了 反正那是乾淨的衛生紙嘛 所以你拿個夾子 或是甚至手去撈都沒關係 或是你就趕快落袍 反正你馬桶堵住 你也是堵住了嘛 很多中古屋 超過二十年以上的房子 馬桶會堵住 就是 就是長期啊 可能使用不當 所以會堵住 所以這時候你看房子之後 這馬桶丟進去 揉一揉 記得揉一團 你不是一張一張飄子 揉個三五張衛生紙 揉一團 然後丟進去 雖然有點浪費紙跟浪費水 但是為了看這個房子 這馬桶的排泄度 你還是該這樣子做 揉一揉 懂嗎 很有效的 第三招 老公寓透天 鋼豬丟一下 這顆球有點太大了 它是塑膠球 搞不好會停止 結果 我以前會準備玻璃豬 或是鋼豬 其實五金行都有在賣 尤其是老公寓 中古屋 因為有時候房子的地 不是平的 新城屋 通常會抓水瓶也就算 但我們看房子也不至於拿個手 因為手機可以下載水瓶椅的軟體 免費的 你到處設水瓶當然是可以 可是哪有這麼麻煩 你就拿一把鋼豬 拿一顆就好用一把 放下去 它就開始滾 如果這個房子是瓶的話就沒事 對不對 如果這個房子有一點點傾斜 你會發現 它滾著滾著滾著 滾到哪去 就滾到 滾到某個地方去 就代表這房子是 傾斜的房子 所以 公寓透天 一定要去做一下測試 如果覺得這個房子 怎麼感覺頭有點暈呢 那個 進去看床有點歪 我去看我傾斜屋啊 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你覺得斜度並沒有很大 可是怎麼老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站進去覺得 是我站姿不對嗎 是我長短腳嗎 你懂嗎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這樣 進到一個房子 我就變這樣 這時候拿個鋼豬丟一下 你會發現 怎麼鋼豬跑那邊去 因為房子地震歪掉了 好 第四章 大晴天 窗戶跟門全部打開 尤其像今天這種風大的日子 但我們錄影的今天的同時 颱風來了 所以我們這一集播出去的時候 颱風應該走了 晴天的時候 其實下雨天也是可以的 就是平常的時候 你去看房子 你記得把那個房子 所有的窗戶跟門 同時打開 意思是 它平常對流最強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就讓它變成那個樣子 看看對流的狀況 你可不可以接受 因為有些房子 如果你所有的窗戶 全部打開了 還是很悶 所以這房子真的很悶 你只要24小時開冷氣 不然沒辦法住 那有些房子打開之後 通風超強 咻咻叫這樣 然後到處吹 像最近這兩天 因為颱風很強 我家通風非常的好 所以真的是到處吹 所以我必須要把 一面的窗戶關起來 來降低它的對流量 不然呢 如果我把所有的窗戶跟門 同時打開 我們家是颱風天 颱風天的時候 風真的很強 這就是我家 為什麼很涼快的秘密 就是我的通風很好 那通風很好的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風太強 無法聚氣 那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要關窗 來讓它聚去 所以天氣太好的時候 我就會關 風太強的時候 我會關一面的窗 然後風不強 就是平常的時候 我會把所有窗戶都打開 懂嗎 就是你平常要調節自己 一家的那個氣流量 來決定這個家 是不是舒服 那可是看房子的時候 你總要全部測試完 所以看房子的時候 要把所有的窗戶都打開 然後還有一個招數 這我房間的牆壁 有一道黑色有沒有 這是窗戶嘛 旅門窗嘛 窗戶嘛 有一條黑色的痕跡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風很強 整天這樣子吹 吹了十年就變黑色 所以沒關係 這代表說 這個房子的通風是非常的好 懂我意思嗎 通風非常好 所以這個房子就是涼快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當然是台灣沒有很冷的地方 所以這還好 夏天的時候 那冬天的時候 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冬天的時候 我們風就沒有那麼強 喔不對喔 冬天的時候 某一個窗戶的風會非常的強 所以你看牆壁這邊 如果有黑色的痕跡或是紗窗啊 紗窗啊 它有那種黑色 雞的垢的痕跡 就代表它風強不強 那風強 涼快嘛 所以我白天的時候 在家裡是不太開冷氣 不需要開冷氣 因為我家真的很涼快 那涼快的秘密呢 另外就是我主要的窗戶是潮南 這個窗戶是潮南 北台灣潮南 是個很好的窗戶位置 就是冬暖夏涼 懂嗎 好 我今天教了很多 平常看房子的一些 小秘密小招數 希望呢 你在看房子的過程呢 耍一下 然後讓你們的房仲 驚訝一下 然後希望他不會騙你 然後因為你不是個笨蛋 好嗎 我們的網友 我們的粉絲 看我的節目都不會是笨蛋 都是非常精明的購物者 下禮拜同一之間 再會